我們持續要來關注的是 日本石川的7.6強震 重災區輪島市最新的空拍畫面顯示 當地房屋像是被炸彈轟炸過一樣 全部夷為平地 而事發當天還發生土石流 災民差點被衝走 險象緩神 發現前方有土石崩塌 輪島居民見到狀況不妙 開始往後倒退 一旁的男子瘋狂吶喊 因為他們眼前的山坡 隨著土石流快速滑動 這是元旦當天強震後 引發的土石流眼前的道路 瞬間被淹沒 土石流造成驚人破壞力 有民宅被衝垮 直接被推到山坡下 樹木也被連根拔起 畫面相當驚人 石川接連強震重災區輪島市 幾乎全毀 從扣拍機往下俯瞰 所有的房屋都被移為平地 無一完好 就算沒有倒塌也被燒成焦黑 救難隊人員現在只能挨家挨護 趕緊尋找可能還受困在瓦礫堆下的幸存者 最後成功救出好幾位 但現在更嚴重的狀況是災區 沒店沒水居民還得去河邊取水 這名男子在廢墟中一邊啜氣一邊倒貓糧 到瓷碗裡 因為牠養的三隻貓在地震後失蹤 現在只希望愛貓還活著 TBB新聞綜合報導 好 那麼距離重災區大約80公里的富山縣 過去被視為日本最安全地區 這一次也偵測到最大五級震度 是富山縣史上最搖晃的一次 震後不但屋子倒塌 還出現了土壤液化危機 屋主一家人正在瓦礫堆中 尋找還能使用的瓦片 希望作為重建之用 這是賓建市全島的兩棟房子之一 只是周邊的還有不小棟房子 已經成了圍樓 在我背後的這棟建築 它為什麼會應聲倒塌呢 主要是因為它沒有經過 防震系統的一個補強 這些傾倒的房子 大多是老舊的木造房 只是另一頭用石頭搭成的神社鳥居 還有入口處的石牌 通通在地震中摔成好幾段 地震對富山的影響 連在縣首府富山市都能發現 在我背後就是富山市一所 也就是富山市的市政府了 事實上發生在1月1號的 能登半島地震 在富山這個地方 也帶來了一定程度的破壞 而且就在市政府的大門口 其實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在這個地方的人行道 跟一般的道路上面 其實是有出現一定程度的落差 富山市政府外頭的馬路 拉起了封鎖線 因為土壤異化的關係 這裡的地面鬆鬆軟軟的 就怕人車經過會帶來更多危險 其實富山在日本人眼中 向來以安全聞名 富山這個地方過去其實一直都被認為 是日本最安全的一個縣 為什麼呢 因為基本上富山這個地方 是沒有颱風的 除此之外 它對地震發生的頻率非常的低 今年的能登半島地震 在日本氣象觀測史上 還是第一次在富山 偵測到震度五強 堪稱富山縣史上最搖晃的一次 只是當大家一直關心石川災情的同時 富山縣民想說的是 他們其實也是受災者 特別詢問 楊青波國產域 在日本富山縣的採訪報導 好而根據日本TBS電視台報導 海保機聽錯指令後 在錯誤跑道總共停留了40秒 隨後發生意外 但過程當中 卻都沒有人察覺 意状嗎 更多細節理解告訴我們 日本東京雨田機場 發生了日航客機 還有日本海上保安廳的飛機 相撞的事故 而日本海上保安廳 他們就相當於我們國內的海巡署的概念 只是現在日本媒體 他們也曝光了一段 這個現實性畫面 就看看到 當時日本海上保安廳的飛機 它竟然是在擦上之前 是有在這個跑道上面 停留大約是40秒鐘的時間 只是怎麼會停留這40秒 而釀成這樣子的事故跟意外呢 目前相關單位的人員 他們最重要要調查的 就是他們當時的通聯記錄了 不過在調閱通聯記錄的時候 就發現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就是他們發現海保機 它就已經有向這個機場人員來表示說 他們將會駛向跑到前一個停止位置 就是這個前一個停止位置 到底是什麼樣的位置 那個地方是可以停下來的嗎 它竟然就在那邊停了長達40秒鐘的時間 而且在這停下來的40秒鐘 似乎相關的人 包括這個日航客機的這個機師機長 似乎都沒有任何人發現它停在那裡 當他們發生撞擊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了 而可以根據了解呢 在日航當中的這個機師他就有表示說 其實他們碰撞前有感覺有物體經過 感覺有一點點怪怪的 就是當它感覺有點怪怪的時候呢 其實隨即發生撞擊 而且這一撞呢 也是造成機師是突然的熄火 這場的意外也造成了5個人喪命 甚至有15個人受傷 其實是非常嚴重的 而目前這個通聯記錄曝光了這個重點 到底是不是跟這個相關是有關係的 都還在調查當中 好確實原因還在理清博另一份報導 還指出海保機因為行程延誤 機長心急了才會誤闖跑道 另外塔台人員表示 當時還忙著調度其他飛機 因此沒有發現海保機誤闖跑道 日航空八殘骸 週五下午又冒濃濃黑煙 消防車緊急灑水 因為任何一點證據都對事故調查相當重要 回顧事發前對話錄音 塔台和日航516班機溝通沒出問題 真正出事是下一段對話後 塔台要海保機待命 海保機卻前往跑道 最後被撞 NHK報導 塔台人員在接受調查時 說當時因為忙著其他飛機調度 因此對海保機下令後 就沒有繼續追蹤動向 另外TBS報導 傳出海保機疑似震災形成延誤 機長為了趕時間 慌了手腳才會闖入跑道 而跑道上的紅色警告燈 當時也沒亮 其實雨天機場早公告 去年12月27號到今年2月21 警告燈維修不會亮 接下來調查就要好好分析黑盒子 美國運輸安全委員會將協助黑盒子解讀 不過目前還不清楚是美國團隊去日本幫忙還是會把黑盒子送去美國 T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